体重不到60公斤的她 看起来瘦肉无比 眼神中总透露着敏感多疑的个性 你在旁边看报 看完一篇翻个篇 这一翻篇 这一张报纸一翻篇就有点疯 哎 土医疑讲了 你不知道我现在发烧 感冒发烧 我得避风 你在我旁边 拿着报纸给我扇风 你不愿我病好啊 你说这玩意儿 你怎么小心 跟你的爬地磕头 不光磕头 脑子碰地 脑子磕破了 历史的无情 总带着一点荒谬 西安事变后 张学良开始了被禁锢的漫长人生 人在家乡的溥仪 尽管住在宫内 也形同被囚禁 他完全无权决定大小事 连为他看病的医生 他都做不了主 满洲荣要成立 溥仪需要一个西医 他当时已经有好几个中医 可是他需要一个西医 西医 他不相信日本人 日本又不让他找中国人 怎么办呢 我父亲走的时候 我其实八岁 就这样 台湾人黄子正 成了溥仪寓衣 黄子正 生于日本统治的1901年 他是台大心理系教授 黄光国的父亲 黄家在清朝时期来到台湾 后来在台北迪化街 设有商号 我的祖先是七代前就来台湾 我算起来是第七代 那么来台湾之后 清朝的时候 到我前面四代 就是我的真祖父 他的名字叫黄水姓 他做生意蛮发达的 所以在地化街盖了一个很大的房子 那么因为经商完了以后 就有一闲浅 有一闲浅到我祖父 我祖父那一代 那时候正好是日记时代 黄光国的祖父 是日治时期的公医师 他的父亲黄子正 自台北医治专门学校毕业后 在谢介石的介绍下 从上海来到东北 担任满洲国外交部嘱托医师 除了担任溥仪的御医 黄泽政还得为其他皇室成员看病 其中也包括皇后郭布罗 婉容 有时候教练府里面有定位来 他就要马上再赶进去 看谁病不能讲的 他也没谈过 所以基本上对他这个个人的健康 这个很少提到 可是我也会提到说婉容 抽鸭片的事 在御医皇子正眼里 皇后婉容和皇帝溥仪 尽管是日本的政治傀儡 仍然不见大清皇室的余威 在满洲国时期 一批批台湾医生来到东北 他们被称为大夫 当时东北有一种说法 遥远的南方有一座岛屿 叫做医生岛 每个医生岛就是福尔摩沙 台湾 1931年8月23号 一个五千多人的送葬队伍 浩浩荡荡穿越台北大稻城一带 这是前来参加蒋卫水丧礼的行列 影片中 行列经过的大安医院 是蒋卫水生前开设的诊所 除了医生身份 蒋卫水同时也是台湾民众党领导人 这是台湾第一个政党 主要倡导平权 蒋卫水因此被称作台湾国父 不止蒋卫水 日治时期 台湾医生投入民主运动 俨然成为一种潮流 当时也有一句话叫做 上医医国 中医医人 下医医病 当时因为在这个学物里头 台湾的基因的一个集合 彼此就会产生激荡 另外当然你在台湾岛之外 整个世界局势也会波及到台湾来 那这些台湾的精英 他们无论是从岛内或者从岛外 他多多少少都会获得一些讯息 比如说孙中山的新海革命 或者说在东京留学生的一些活动 他们多多少少也会知道一些讯息 所以他们就会秘密地组织一些社团 来深讨这种殖民体制 如今台大医学院校区 1936年叫做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 这是台湾唯一培养医生的学校 聚集了台湾最顶尖的社会精英 日资时代如果去做医生 在台湾来讲起来是一里有的人去做医生 因为日本人是跟你喊着说 你不是什么去讯法罗 你只能讯农业和医师 不能去参加 你讯法也没必要讯法 做医生就是政府干涉不得 所以说真是优秀的台湾的青年 都是向医学进行 当时台湾只有一所医科大学 培养的医师有限 于是距离台湾一千公里外的东北 成了许多起不尽医学窄门的台湾青年 另一个选择 黄鹏毛的父亲黄顺继就是一例 他是满洲医科大学毕业的台湾人 一年先陪台南人的姓姓王大手 他一家他就是去温州医科大学 他跟他有连络后他为什么想要去 他去那去抠 他会抠掉 是怎么去温州 温州医科大学那时候 日本人在鼓励说北京 鼓励日本人又有什么人去北京 日本人去温州吃财务 那就是薪水加倍 我们国外已经贴了 因为我阿公就拿 一学期的生花费 和做这费费费费 如今96岁的廖全生 也是满洲医科大学的毕业生 战后他回到台中 开设仁爱医院 职业超过72年 沈阳北二马路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就是当年满洲医科大学的旧址 满洲国时期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 开设了好几所医科大学 如今93岁的谢九子 是当年满洲医科大学专门部 三名台湾女学生之一 和其他出生台湾 远赴满洲求学的台湾人不同的是 谢九子生于东北 并且在满洲求学 但他的父亲谢秋冠 却要求孩子得熟悉汉语 教我汉文 汉文写几个月 我不愿意写了就没写 我爸爸心里还是让孩子知道汉文 谢秋冠是台中风源的望族后代 1895年高举苦旗抗日的台湾民主国大将 秋冯甲是谢家的亲戚 台湾民主国失败后 谢秋冠的父亲谢道龙离开台湾 去了中国 风平浪静后 才又回到台湾 谢道龙有六个儿子 其中谢秋冠就读台湾总督府医学校 到满洲国行医 同样 老四谢秋涛也是医生 而老六谢秋冠则没有当医生 他是在满洲国进行反日的地下工作 日本人很快把精英分子都关在诊疗室 什么时候买大炮战车打日本 他是要打日本的 他是想要继承爷爷的这个遗序 他要打日本他是有这种想法 所以他认为他不要陷入他们这个苛救 所以他要回归祖国 谢道龙的孙子谢文达更为特殊 他是台湾史上第一位飞行士 年轻时 就读日本伊藤飞行机研究所的谢文达 因为揭示议会请愿运动中 林建堂和蒋卫水等代表人物 1921年 驾驶飞机在东京和横滨上空 撒下为台湾人民发声的抗议传单 讲问谁说要多少钱 我父亲说不用钱 传单的内容也是很简单 就是说日本宪政体制下的 台湾总督高亚政策下 是日本现行体制的耻辱 是日本宪法制度的耻辱 台湾总督压迫台湾人 台湾人在痛苦声音之中 希望日本有志者能够帮忙 让台湾有意会 谢文达的抗议行动 随后遭到日本政府和台湾总督府通缉 他逃离日本 短暂待在东北 被关东厅警务局列为思想监察对象 后来谢文达转往南方 加入黄埔军校担任飞行教官 我父亲在民国14年 网州航空航校当教官的时候 所报的经历上面就写得很明白 是台湾台中州风源人 下面一个刮户 祖籍往东 所以说 那个资料以后就 移转到南京 中央航空队 后来又移转给新成立的新军总空军 所以说我父亲是空军里面唯一的台湾人 台中风源的谢家六个兄弟当中 就有五人去了东北 尽管每个人怀抱的想法都不一样 但他们知道自己和中国有着切不断的携带关系 在满洲国 每五位台湾人就有一位医生 这些医生穿着白袍 在东北创天下 他们深知 行医的背后 一定能为同为日本殖民的满洲 有所贡献 1909年 明治42年 来自台中风源的年轻医师谢秋冠 从日本乘坐邮轮来到大连 刚到东北时 中国还是隶属清朝统治 但大连已经租借给日本 在台湾医学堂毕业以后 他教授 他要上东北大连满点医院 做院长去做教授 问我爸爸你去不去 我爸爸说好啊 我和你一块去 我教授领他上大连 以后才在大连满铁院做筛 大连的中筛医院 当年隶属南满铁道诸事会社 是东北数一数二的大医院 谢秋冠是医院里活跃的年轻医生 当满洲国的傀儡政权成立后 在东北历经大清 北洋政府的谢秋冠内心十分挣扎 日本在东北 心里是不爽快的 可是都在心里头 他对中人和热心和爱心的治疗 所以他的名气很好 他晚上都偷听那个 那个大陆也广播 那时候江委员长 我们都说他江委员长 天天晚上听他的广播 所以他心 中国 从20世纪1900年开始 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在东北行医的台湾医生 依着各式各样的机缘 来到满洲国 像溥仪的御医 黄子正 还有谢秋冠 他们都是在台湾完成医学教育后 才到满洲 算是东北最早期的台湾医生 而在东北 还有一批台湾医生 属于刘日派 张宗人 就是从日本医科大学医学院毕业后 被厚生省分配到满铁医院 当然你讲是台湾人 但是对日本人来讲你是日本人 你要接受政府的指令 又把它分配到满洲区 南满铁路医院担任医师 然后在那个年代 跟台湾早年一样 你在公家单位担任医师 你自己也可以在外面开业诊守 张安满是张宗人的次子 在满洲国出生 他的祖父张七郎 是新竹湖口的客家人 后来到花莲行医 他们是医生世家 张七郎的三个儿子 宗人 医人和果人都是医生 张安满仍然记得 当年东北医院的格局 它是一个专造的房子 那是猴枕的地方 就是最外面 里边有一个枕疗室 有一个治疗室 就是把一个房间夹成一半 一边就是枕疗 一边就是治疗 本来是我们小孩子 是有另外房间睡的 那后来因为二叔三叔来 所以把小孩子都挤在一起 跟爸爸妈妈一起睡 这是张安满的东北记忆之一 他的祖父张七郎年轻时 也曾经游历东北 他除了游历中国的江南江北之外 也到过东北大概至少三次 他觉得说既然是中国人 那我中国的土地要去看看 所以你要知道 当初在台湾到中国是叫做出国 日本人是要签证的 要办出国的 所以张七郎也被日本政府怀疑 是不是台奸 张七郎前往东北时 台中风源的抗日世家 谢秋冠已经在东北 他们都是台湾总督府 医学院毕业的学生 只是谢秋冠去了东北的满铁医院 而张七郎来到台湾东部的花莲凤林 开设人寿医院 在医院的诊疗室里边 表框了一个中华民国的国籍 而且诊疗室里边悬挂的是 孙中山先生的照片 那日本人官员来 说你怎么挂这个 这是我国家 我的民主的旗帜 我民主的伟人 你应该要挂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是你们的伟人 你们的皇帝 你在你家挂 你不要把这个东西挂到我家 所以从这样来想 我想张七郎从来没有认为 他不是中国人 有着强烈中国意识的张七郎 他的三个孩子也在辽宁海城 开设和家乡同名的医院 而在更早之前 谢秋冠则是在黑龙江的奇奇哈尔 开设百川医院 这是台湾人到东北 开设的独资医院之一 我在其他孩子没有日本人 都是中国人 以后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 其他人愿不住 来到长春 就在那待着 以后他朋友给他帮忙 老气啊你那么不好 爱开业 所以朋友给他帮忙 在城内就三刀街 再开一个百川医院 谢秋冠历经了1910年 东北的大鼠疫 那场鼠疫曾经造成 六万多人死亡 尽管躲过这场劫难 但谢秋冠的女儿谢九子 就读满洲一大石 还是再次遇上 东北鼠疫大流行 那时候好恐怖 那个房的油 那个大村的油都烧 那时候我在大学念书 往那学校派到长春来 各家庭访问 二俩 。